賴冠霖代表台灣現身國台版 腿拳四個月後發福樂 賴冠霖參加選秀 Produce 101第二季成團 以121成員出道 團體畢業後 重心多在中國發展 賴冠霖每逢10月1日 必會發生慶祝祖國國慶 還受要參加中共國慶招待會 不料今年6月14號 他突然將微博改成全黑 發文要轉變賽道 告別目前和經紀公司解約轉往幕後 而如今卻在央視新聞 看見他出席國台辦活動的身影 賴冠霖以台灣文化界身份 和前行政院長劉兆璇 一同做台下聆聽國台辦主任松濤的演說 而賴冠霖賽道一度衝到微博熱搜第一 原來是轉到紅色賽道 台灣網友紛紛氣憤 他憑什麼代表台灣 為了台灣文化 會議 給你分析 快點 各小 照顫